搞政治作戰你是幹嘛啊 2758的決議不包括台灣 四點升價到這個程度 抗中保台的立場 講給全世界聽到啦 他演講的主題是什麼你知道嗎 他說台灣 我的天啊 台灣加入了反中抗二的陣營啊 你無端去惹俄羅斯幹嘛啊 台灣被俄羅斯寫成中國台灣 到外宣啊 民進黨要玩哦 那國民黨只好起來陪他啊 你就知道他們是玩真的還玩假的嘛 我看就拜託了吧 那到現在還搞不清楚耶 訓練演習進攻啊 隨時可以變成正式的攻擊耶 防不勝防啊 你如果去問人家 那第三個地方可能是哪裡 他百分之百跟你講 我們看到他最近做了連續幾個對外的動作 都跟道路有關哦 比如說 這個台灣的網軍啊 到大陸各個網站 還有戶外的屏幕做認知作戰 那結果被大陸的國安部疊到了 然後就寫了一個文章 直接點名 說你到我這邊搞認知作戰你是幹嘛啊 那還直接把三個網軍的照片公布 那要用成都22條來處理啊 這個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我們就看到民進黨啊 配合美國澳大利亞跟荷蘭 要來搞那個2758號決議不包括台灣這件事啊 那也做了蠻多的宣傳啊 那賴清德最近又做了演講 因為我們知道聯合國哦 聯合國大會在外面啊 最近聯合國要開大會嘛 那因為台灣進不去嘛 所以他外場有一個會叫做Konkodia 那個是民間辦的活動哦 那賴清德要到聯合國大會外面的那個民間活動的區塊 Konkodia做一個視頻的演講 那主題就是2758號決議不包括台灣 台灣有權利參與國際空間等等 這個題目我們以前講過了啦 我今天也懶得講啦 因為你真的要做這個事 那就去推嘛 請美國、荷蘭、澳大利亞在聯合國大會提案嘛 對不對 你看他們會不會提案 那不只這樣 賴清德還跑到挪威自由黨 這個蠻奇怪的哦 挪威自由黨是挪威的一個右翼的政黨 他在挪威其實是很小的政黨啊 只有8席 國會議員 只有8席啊 那結果他就邀請賴清德去講話啊 賴清德就答應了 所以有了一個視頻的演講 只有8席啊 我坦白講我以前還沒有看過蔡英文幹這樣的事啊 挪威第一大黨是挪威公黨 啊 45席吧 那第二大黨是挪威的保守黨 42席 挪威的自由黨是第七個政黨啊 只有8席 那這一個小黨邀請賴清德去做一個這個黨代表大會的一個視頻演講 他竟然也同意了啊 自貶身價到這個程度啊 那為什麼他要去講 因為我覺得他有一種急切的企圖心啊 要把他這個抗中保台的立場講給全世界聽到啦 我覺得就是這個給人家這種感覺啦 比如說2758的決議 他要到聯合國大會外面那個Konkodia 那個民間活動那個地方演講 那挪威這個這個黨那麼小 只有巴西國會議員 那你也要去做個演講 他演講的主題是什麼你知道嗎 他說台灣要跟全世界的民主夥伴 堅定的站在一起 共同對抗中國與俄羅斯 我的天啊 竟然把俄羅斯演弄進來了 那你在挪威講俄羅斯當然會變成新聞嘛 那挪威肯定把你登出來啊 說台灣加入了反中抗俄的陣營啊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你無端去惹俄羅斯幹嘛 結果俄羅斯呢 最近就公佈了一個資料 列出了47個國家與地區 因為俄羅斯不承認台灣是國家嘛 47個國家與地區 是在價值觀上 與俄羅斯敵對的關係啊 那台灣被俄羅斯寫成中國台灣 然後被納入 這不就是無端惹出來的嗎 那最近我們當然就看到了 他在總統府 揭幕了全社會防衛任性委員會 說要開展全台灣的民防工作 那又在那邊做了一番的演講 他講了一番話 類比到了納亞方舟 那扯到了台灣的長老教會 因為台灣的長老教會是最支持台獨的教派 基督教裡面 台灣的基督徒其實大概有80萬吧 那其中天主教徒大概佔24萬 那其他是各種派系的各派的基督徒啦 那長老教會是最明顯支持台獨的 那長老教會有所謂的諾亞方舟 反正有這樣的一個這個這個是他們那個宗教的那個 有這樣的一個傳承吧 那他就用了這個長老教會的一句話 事實上賴清德也是長老教會的信徒啊 他說我們只要有方舟就不用怕大洪水 這個是賴清德在全社會防衛任性委員會 在總統府下設的三個委員會之一啊 他在開幕詞所講的話 他說我們只要有諾亞方舟 就不用怕大洪水來襲啊 那方舟是什麼呢 那簡單講就是要在台灣遍地開花 搞這個有社會任性的民防組織啊 那簡單講這個就跟黑熊學院有關啊 你看我講了多少賴清德的事情啊 我在跟你講他最近火氣很大 那不斷地在做一些跟大陸有關的事情啊 要嘛就說要這個結合世界的盟友 對抗中國跟俄羅斯 要嘛就照聯合國大會的Konkodia 那個民間活動去抗議2758號決議 雖然不包括台灣 坦白講這兩個行為都不會有結果的啦 這個都是都是大外宣啊 要做了宣傳之後就回來台灣要準備變成大內宣 準備要來跟國民黨做政黨對抗的材料嘛 比如說2758號決議不包括台灣 民進黨下禮拜一定會再提 不管是禮拜二的院會或禮拜五的院會都有可能 那就是要再度凸顯國民黨反對的立場 國民黨事實上提出另外一個版 他說我們的版本就是中華民國再聯合國的地位 那雖然被中華人民共和國趕出去了啦 可是國民黨的版本就說 我們要以恢復中華民國地位作為號召 大家有沒有想到啊 你有沒有看到民進黨跟國民黨都在做一些 不會有結果的事情啊 那兩方鬥得不亦樂乎啊 實際上國民黨沒有要玩這個game啊 可是因為民進黨要玩喔 那國民黨只好起來陪他啊 民進黨就硬要搞一個 聯合國2758號決議不包括台灣這樣的決議 要求立法院要連署啊 大家要一起通過 那國民黨就覺得莫名其妙啊 2758號決議本來就跟台灣沒有關係啊 是在談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中國代表權的問題啊 這個大家都知道 而且當時表決了三個案 我以前都跟各位講過了 他不是只表決了誰代表中國啊 他還有另外兩個案啊 一中一台跟兩個中國案 都被否決了啊 所以賴清德你怎麼能夠說 當時2758號決議的討論過程 沒有討論到台灣呢 明明就有啊 因為一中一台案 就是沙特阿拉伯提出來的啊 你可以去查歷史啊 所以對聯合國來講 他留下來的紀錄 就是三個案進行表決 那後來通過的 就是2758號決議 所以你去問聯合國秘書長 古特雷斯他公開講過 台灣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他甚至直接講啊 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啊 聯合國目前立場就是這樣啊 所以你如果真的要搞這個運動 那請你去提案好不好 賴清德你就策動12個友邦去提案嘛 那看看美國 荷蘭跟澳大利亞會不會牽制嘛 你就知道他們是玩真的還玩假的嘛 對不對 那至於第二個啊 你說要結合世界的盟友 去對抗中國跟俄羅斯啊 我看就拜託了吧 他到現在還搞不清楚欸 我覺得他還搞不清楚 台灣跟俄羅斯的關係啊 其實遠比 台灣跟烏克蘭的關係要好欸 他到現在都不知道欸 我們台灣人要去烏克蘭喔 我們在烏克蘭沒有代表處啊 連經貿代表處都沒有 我們台灣人要去烏克蘭 是要去波蘭辦簽證欸 賴清德你知不知道啊 反而我們在俄羅斯有經貿代表處啊 一直到現在我們還在偷偷的進口 俄羅斯的煤炭欸 大概占台灣使用量也不大 大概5%左右 可是我們跟俄羅斯的經貿關係 一直都要比烏克蘭要好很多啊 我不知道這些 賴清德到底知不知道啊 像我今天早上在 我的亮劍台灣直播會 提到另外兩件事啊 我就覺得賴清德是不是都活在自己的 主觀的想像裡面啊 他周邊的部長啊 包括我剛剛講的那些應該是外交部長 該告訴他的啊 林佳龍啊 那國防部長也要告訴他一些事吧 國防部長顧立雄啊 在大概三天前接受金融時報的專訪 那是金融時報駐台灣的記者啊 叫習嘉玲 那是非常挺台灣的記者啊 這個Catherine Hill 她是蔡英文的好朋友 她為台灣感到憂慮啊 習嘉玲年紀也蠻大的啊 那對國安 她長期就是關注國安方面的新聞啊 那習嘉玲就問顧立雄啊 說最近中國大陸在台灣周邊 活動這麼多 一下是訓練啊 什麼艦載機 升降啊 一下是直接進入裡面繞飛啊 那請問顧部長啊 你會不會感到憂慮啊 這種訓練會不會突然變成演習 演習會不會突然變成對台灣的進攻啊 你們會不會感到防不勝防啊 習嘉玲的意思就是說啊 中國大陸在台灣周邊活動越來越多 訓練也好 演習也好 他隨時可以變成正式的攻擊耶 那台灣有沒有 contingency plan 就是我們講的這個叫做 偶發事件的處理啦 那顧立雄就這樣回答 顧立雄也蠻誠實的啦 他就說喔 真的是太多了 太頻繁了 而且活動範圍越來越大 我們真的是防不勝防啊 這顧立雄真正的回答 你可以去看金融時報的報導 他就是這樣講啊 另外 台美國防工業會議 在美國剛開完 這個國民黨 徐曉星委員有去啊 還有那個黃介正 國際事務的代表 我們去的是國防部的副部長 這個人叫做徐遠璞啊 我覺得這個副部長也是很負責任喔 他在台美國防工業會議就公開說 他起來發言啊 說美國我們的軍購啊 你到現在這麼多沒有交給我們 他算了算喔 205億美金啊 台灣已經付了錢 那美國都給你推 推延給貨啊 205億美金啊 相當於6500多億台幣喔 幾乎就是賴清德 提高國防預算之後我們一整年的國防預算 我們已經給了美國6500多億的台幣 美國的軍品始終沒交啊 然後他就問美國啊 他說如果美國製造來不及喔 是不是可以拜託 美國請別的盟邦 先把他們的武器給我們 我覺得我們國防部副部長提這個問題 是很負責任的問題啊 他為台灣憂慮嘛 坦白講你現在去看全世界如果說 哪裡最可能發生戰爭喔 那已經發生的就是烏克蘭嘛 還有中東嘛 你如果去問人家 那第三個地方可能是哪裡 他100%跟你講是台灣啊 他不會說韓國啊 他會說台灣啊 他不會跟你講菲律賓啊 他會跟你講台灣啊 所以孤立雄也好 副部長徐遠璞也好 他們都是幫台灣說話 他們憂慮啊 孤立雄憂慮 周邊演習那麼多 我們會防不勝防啊 所以我們需要有更多的 人力 然後還有裝備的配備 不然你防不勝防啊 你大陸軍機來 你就隨時要升空啊 我們台灣的飛行員有多少人 會不會導致太勞累 孤立雄自己都知道啦 我們台灣的自願意義的兵 去年有多少人申請提早退伍 這個都有數字公開啊 他們不覺得這個仗可以打啊 我們的副部長擔心 我們的軍購 美國來的軍品太慢 希望美國先調 盟幫的軍品給台灣 那美國怎麼說你知道嗎 美國說 哎呀我們最近軍品製造慢啊 是新冠肺炎導致的啊 你這個不要忽悠台灣了啦 新冠肺炎2022年就結束了好不好 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真正的原因是 美國的傳統的軍工產業 它的製造能量出了問題啊 因為他專精的不是這個啊 那他現在碰到兩場戰爭啊 他要優先提供給烏克蘭 優先提供給以色列 我給大家報個料啊 以色列啊 最近 剛跟美國提交了 200億美元的軍購 200億美元喔 跟我們一年的 國防預算差不多喔 以色列提的啊 美國跟以色列說 我最快 可以從2026年開始交貨 最後一批貨 恐怕要到2029年 以色列耶 以色列幾乎是美國的親生兒子啊 美國都跟他這樣講 以色列提具200億美元的 軍購清單 美國說我必須在2026 到2029年之間陸續交給你 你認為這個不會擠壓到台灣嗎 以色列買的東西 都跟我們不一樣嗎 以色列現在正是一個國家 對抗七個力量啊 對抗哈馬斯啊 對抗約旦和西岸的巴勒斯坦政府啊 對抗夜門胡賽武裝啊 對抗伊拉克 對抗敘利亞 對抗黎巴嫩真主黨 又對抗伊朗 不是一對七嗎 所以他需要大量的軍備啊 所以他緊急跟美國下定 200億美元啊 所以你認為美國未來交建 能準時嗎 我們的F16V 台灣買了66架 美國跟你說啊 2026年才能夠交建完畢 他本來答應我們是 今年底要交建完畢啊 一下就差兩年啊 到最後一段時間 度假期 呢 都是有初詞 有初詞 有初詞 的確是 歷史 有初詞 有初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